是上一次上課的部分 那我會把它放在論壇裡面 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每次上課都收到的話 你請自行再加入到這個論壇 這個論壇的話是不對外公開的 所以只有上課的學員 才可以加入 那當然至少你要讓我 如果你要加進來的話 你至少要讓我知道你是誰 就是你要填一下你的學校姓名一下 否則的話我沒辦法幫你加進來 如果你想要回去再複習的話 那OK 因為有同學是有加 但是他沒有給我那個學校姓名 我不知道是不是 上課的學員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加進來 如果假設有加但沒有被加進來 那有可能你再跟我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上個禮拜 上已經不是上個禮拜 上上上上上個禮拜 已經 連休三週已經忘了 我原來還有這個課 所以還好前幾個禮拜因為都連假 所以都一定要往外跑 所以 連兩個 兩週 因為 花東好像人太多了 我發現現在大家都往花蓮 或者是台東 台東太遠了 所以往哪裡跑 看看附近台北 台北其實也蠻多地方 好玩的 我發現現在那個 Uby那個自行車道 弄好了什麼三橫三縱 真的還蠻好騎的 我有一次從那個 林江夜市 騎到司大那邊 我發現 比那個做公車 或做捷運還快 大概花了十幾 十五分鐘吧 OK 而且從新一路那邊一直騎過來 這還蠻順的 所以我發現 如果在台北不下雨的話 騎Uby是一個蠻好的選項 而且好像只花五塊錢吧 大概十五分鐘吧 對這蠻划算 而且又運動到 OK因為我最近也蠻欠缺運動的 只要有機會 能夠 能夠爬樓梯 我盡量不要坐電梯啦 反正就盡量運動 OK 然後 像還有 從哪邊 從那個 有個紀州安 那個什麼古亭那邊 然後騎 河濱公園騎到青年青年公園那邊 那邊有一個什麼 南機場夜市 其實我也沒去過 不錯那邊南機場夜市 小小的人 人 人其實還蠻多的 只是規模有點小 比那個林江夜市小很多 OK 林江夜市其實還蠻可以逛逛 我覺得那個規模 不輸給那個什麼 逢甲夜市的 而且附近 我剛好Google 地圖上面看到 有一個 什麼 俄倫戲院 他平線還不錯 我想說去看看 對你也知道 我家進來 因為那邊的好處是 他有試聽 試聽好像至少八部電影 八部電影就是說 你假設 買一個票 好像全票是160吧 他是 這八部電影機 全部可以看 如果你時間夠的話 也就是你可以從找 買票 然後 看到晚上 看到 他關門 通通都可以用 我發現其實還蠻滑的 而且如果說 真的 不知道幹嘛的話 還真的可以在那邊耍廢吧 OK然後 旁邊有林江夜市 他也可以手上蓋個章 你出去夜市買個東西 又可以進去吃 然後一邊看電影一邊吃 而且人不多 我發現 好像廉價 但沒有多少人去 OK 好 所以這個變成說 我們就會delay了好幾週 那當然 這一期課程我是希望 主要的 這個方向就是利用VBA 第一個Excel VBA 所以如果你對Excel VBA不太熟悉的話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了解一下 去抓取 網路上的資料 那網路上的資料形態 多半可以分成幾類 第一個就是說 像一般的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像我們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 住宅切到案件那個 那個是 網路上開放 就是政府提供 或者說 一般廠商提供給你的 一個連結 那個檔案形式也許是 CSV 那也許 其他還有像 可能是 XML 或者也許 可能用 也是 是用 Jackson 那另外還有一種可能用網頁 網頁的話會比較麻煩 因為網頁上面 他就是 HTML 語言 所以如果你對那個 HTML 那個 那個網頁的背後的原始碼 假如不太熟悉的話 其實你會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這個背後呢 就是網頁裡面 所看到的 相關的 這個 這個 裡面 它其實 像Google裡面都是 寫一堆程式 然後放一堆 CSS OK 那如果你要 Patch裡面的資料的話 當然勢必你要了解 什麼叫做 HTML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按部就班 先講一些比較 稍微簡單一點點 再慢慢 加深 那難度的話呢 會先從VBA先講 因為VBA基本上 好處就是說呢 你直接打開Excel 裡面的話呢 就已經會存在一個所謂的 開發環境 然後裡面也會有一個 Visual Bask 所以這個Visual Bask的好處就是說呢 它完全不需要 再另外去安裝東西 那當然如果你用Python的話就不是這樣子 因為Python的話 光安裝環境 環境把它設置起來 那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處理資料已經在Excel的話 說真的 真的還是VBA 相效之下 相效之下還是佔上風 為什麼 因為他們等於是 同 同一個 同一個國家 等於是 在一起的嘛 他就不需要說 額外還要在開檔 還要在關檔 還要在存檔 或者做一些什麼 比如Python還要做一些外掛 你要再加一些外掛 才有辦法處理Excel的資料 所以相形之下 還是比較麻煩 就像說現在 疫情 這麼嚴重 外國人要進來 台灣 或者你要去國外 都會想說 你要被隔離14天 然後到人家那邊 回來又要被再隔離14天 那你想一想 你就想說 算了還是不要出國好了 雖然你想出國 但 就會 打消這個念頭 一樣的道理 Python 之於Excel 其實它就是 兩個不同 的那個什麼呢 不同的 環境 所以它變成說 他們之間如果要交換資料的話 相較之下 還是比VBA來的麻煩 很多 所以 理論上有時候 當然如果可以 直接用VBA處理 那你會想說那到底 學Python要幹嘛呢 其實兩者之間並不是互相取代 我的強調是說 兩者之間應該是 結長補短 也就是說哪個部分功能強大 那我們就用哪部分為主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跟 各位說明一下 那 自上 試上課的話 我們主要是 包含就是什麼 也把 錄製聚集 或者修改 VBA 稍微說明一下 如果有些細節 假如你還不是很清楚的話 可以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裡面有大概有把這些錄製下來 那裡面呢 主要還是用VBA為主 那其實這個範例能不能用Python來做 可以沒有問題 會不會很困難 也不會啦 其實Python 程式其實相較之下 他的優點就是非常的簡短 那後面這個部分我們 會再來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一樣 請各位開啟 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的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就是我們 上次上課 講的內容 其實也有放在 這邊 就是住宅切到按鍵這裡嘛 當然呢 裡面的話 我會提供一個這個連結啦 這個這個點擊下去 其實就是 住宅切到的 這個連結 當然呢 如果你想知道說台北市哪些 失切的機會最高 其實當然你就可以從這個資料裡面看到 那你會發現 得到結論感覺 其實台北的台北市的治安從數據上面看到 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 因為 從那個好像科文哲上任之後到現在 好像切到按鍵才2000多期而已 他已經上任已經一任了嘛 一任四年了 現在已經第二任了 現在應該做了多少 做了 再做兩年了吧 兩年多了 六年 六年多 才發生2000多期的 住宅切到按鍵 算起來其實 一天應該還 一天大概頂多是一件而已 這麼大的台北市 一天才一件 住宅切到按鍵 顯然是 現在小偷真的是還蠻少的 如果相較之下 OK 那但是是不是事實 你們也值得去思考一下 當然 警察有可能會 對之類的啦 但 也會讓數據變好看一點啦 因為其實 數據本來是會說話的 但是有時候背後是不是說 那這當然是另外又一回事啦 不過從數據上來看 其實是 真的 住宅的 切到按鍵 其實是相對的 是比較 沒有那麼嚴重啦 當然你 點擊這個連結 裡面可以到 開放資料裡面找找 不是我們現在 網路連線很慢 除了住宅切到按鍵之外 其實台北市它有公佈很多 包含就是說 汽機車 汽車的切到按鍵 還有機車切到按鍵 還有搶奪 搶奪按鍵等等的 或者是說啦 交通局好像有公佈啦 哪些地方哪一條路上是 危險 的造勢 有沒有像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希望那個交通事件的事故 能夠降低 那到底有沒有降低 你怎麼知道 那當然還是要 必須要公開資料啦 所以交通部應該也有網站 也有公佈 到底 這個 全台灣 那個造勢 那個交通 造勢 案件哪個地方最高 其實它有公佈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數據 各位是不是要那個全台灣 22個縣市吧 哪一個縣市的 造勢案件最高 很近 對台南 我們看 為什麼是台南 對我有感覺 我到台南我都覺得過馬路怕怕的 為什麼因為感覺好像那個 騎摩托車都騎超快的 我覺得真 對行人真的非常不友善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過馬路的話 你還要再看一下 而且轉彎 比如說明明已經是綠燈了 但是有些轉彎車 它就是不讓你 對 不像現在喔 感覺 最近執法 其實還蠻 發現其實還有差 當然 你在台北市喔 就會比較放心一些 而且台北市 尤其是大安區 大安區的巷子 明明巷道很小 它還是畫 人行道 而且人行道還畫的超大的 你感覺在那邊走路喔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所以有那種到國外 到日本也是 日本的人行道 你會走得很安心嘛 目前 我在 那個什麼 台北市的 尤其是大安區 像尤其是 斯大跟台大那個 溫州街那邊 那邊真的 你們可以去走走看 簡直有那個 去國外的那個 那個 Fu了 因為它整個喔 整條路上 沒有 微停 而且喔 整條直直的 都有人行道 然後人行道 你在上面走起來 還蠻舒服的 還有一點很奇怪 台北市人口這麼多 居然那個車輛 沒幾台 我發現我在那邊走 沒有 沒有幾台車 蠻奇怪的 為什麼車跑哪裡去了 可能因為現在 我發現可能U-buy啊 或者是公車啊 捷運都很方便 所以你想到要開車 你就覺得累了 你就不想開車了 在台北市開車 太麻煩了 倒不如就是說你把那個車子停在一個定點 然後你乾脆去騎U-buy好了 所以我現在去台北 我基本上 我都是踩這種方式 我找個地方 我車子把它停了 然後我就是 要不我就轉乘 有U-buy我就騎U-buy嘛 有公車我就搭公車 而且 現在公車很方便 你Google地圖一打開 你只要設定好 甚至它幾 幾分鐘會抵達 它完全是 一模一樣的 沒有誤差的 所以你其實說真的 在台北市搭公車其實也蠻舒服的一件事情 OK 那更不要說捷運了 我發現 搭公車好處是不用上 像捷運還要 下去 然後上來 然後走路 公車是直接就到附近了 反而我發現 搭公車 反而有時候比搭捷運來得更方便 他更不要說搭 騎U-buy 而且 U-buy 國外也沒這種東西 我發現這也是台灣之光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說 原來全世界 第一大的那個腳踏車製造的公司是哪一家 各位知道嗎 吉安特 對啊就巨大 就吉安特 台灣的嘛 第二名是哪一家 第二名 美利達 也是台灣的 你看 全世界就前兩名就是台灣的 可想而思 台灣的自行車 真的做的又品質又好又便宜 這個台灣蠻厲害的 這什麼東西都可以做的 又 這個 品質 算蠻好的 然後呢 價格又非常便宜 所以競爭力真的是非常的好 OK 而且其實台灣人比起來啦 相對起來還是真的是善良委屈多啦 大部分人都是非常友善的啦 對這一點我覺得也是應該全世界比較 難得的啦 我覺得就是人文 那種素養啦 我覺得 國民素養慢慢也會越來越好 OK 好 再來的話 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點慢 切到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關鍵字 複製之後 也許你可以到首頁 這個是台北市資料的大平台 也許你們可以除了台北市之外 你可以找找看其他其他的資料 有沒有 他這個切到個別的啦等等的 那你會發現呢 他的 格式 他主要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名稱 他會有一些描述 他的更新 有沒有 他的瀏覽次數啊 另外他的型 形態一般都是 Open Data 就是說開放的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格式 所以這個 資料如果說你要取的啦 當然一般就是 這是什麼 CSV XLS ECAL 或者是壓縮檔 OK 那壓縮檔比較麻煩 就是你可能要下載之後 把它解壓縮 諸如此類 那你們當然也可以從這裡面找一找 像什麼 自行車切搭案件 然後 汽車的 他要搶奪等等 這些 資料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用另外一個範例吧 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做的 上次 練習的 那主要是什麼 其實你可以利用錄製聚集 OK 所以我們如果要 把資料抓下來的話 第一步的話我們可以 先去錄製 或者是將來如果你錄製過了之後 你其實不用重錄了啦 你會發現他名稱的話叫 住宅切到下宅 然後也許這個 這個第一個 是我們自己寫的 因為如果你要把舊的清除掉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寫上去 那怎麼樣把這個 像如果你之前沒有存檔的話沒關係 像我雲端上的好處是 你可以先插入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如果你要把之前的東西 再複習過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 Ctrl C Sub到 Sub 到End Sub 把這個 把它貼到 記得 一定是模組裡面 OK 然後呢 做哪些事情 其實就做這些事啦 第一個當然如果你有舊的 就把它清掉 如果沒有 當然他就 沒有 OK 那比如說我這邊如果要下載的話 你會發現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也是錄製的 那他主要有個WITH 這個WITH 指的就是說 將來 前面如果都是 用什麼 Active Shoot Query Table 這Active Shoot 指的是目前 活動的工作表 目前活動 工作 Shits指的就是工作表 就指這個 那Active 目前活動就指的是他 他然後呢 呼叫一個 物件叫 Query Table Query Table的話呢 不迷失意嘛 Query就是查詢 Table的話呢 是就是 資料表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表格啦 然後呢 他做哪些是 Add 關鍵的地方 Add一個什麼 Connection呢 指的就是一個 參數 特別說 冒號等於 如果你看到什麼 冒號等於 前面的東西 就是一個參數 那參數名稱叫什麼 叫做Connection 顧名是什麼 連線 那連線的方式 特別說 後面他有 有兩個 一個是Test 連線的方式是 把它當成一個文字 然後去抓取 那個分號 後面就是 他去哪邊抓 如果你 如果你給他的是一個網址的話 他就到網路上抓 但如果你給他的是一個你電腦裡面的一個 一個位置的話 他就到你電腦裡面去抓 這個地方是可以做修改的 那我們就這個網址的話基本上 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 他這邊有個住宅切到按鍵 他會提供給我們一個連結 一般連結會放在 下載這邊 下載是直接下載 一般是 把下載按右鍵 复制連結 其實主要是這個 把這個連結 或者是我記得預覽 預覽一下 預覽也會提供 把這個連結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要 下載的 這個地方 有沒有 然後他就幫我 幫我把那個 上面 等於是他的那個 Servor上面的資料 幫我download下來 那download之後的話呢 跟他講說 Distination 冒號等於 前面這個就是一個參數 Distination就是 顧名思義 你要放在 這個工作表的哪個位置啊 那你跟他講說 幫我放在 A1 特別之後 A1的話呢 在VBA的敘述 就是一個什麼 Range 特別之後 A1 是這樣寫 當然你前後這個 這個錢的符號不加 其實也沒有關係啦 加的話意思是說絕對位置 一般習慣 入字句集的時候才會加 但你自己寫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拿掉沒有關係 印象中這個拿掉也是ok的 其他的話呢就是 底下的部分 幾個地方可能需要 這個給他 然後 然後 SaveData 這個 底下的話呢 點其實就指的是這個 Active 這個 Shift 點 什麼 Query Table 那只是因為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他前面只有一個點 卻沒有這個東西呢 主要原因是什麼 Wish 有沒有發現 Wish 跟EndWish 這個中間呢 主要就是什麼 如果你前面這個 這個物件名稱是重複的 那你可以這樣寫 也就等同是什麼 把這個物件 放到他這個點的前面的意思啦 那這個主要啦 你不這樣寫沒關係啦 就是全部都寫 只是說呢 如果你不用Wish Vish 看起來會一堆的那個什麼 ActiveShift 點Creditable ActiveShift 點Creditable 再點 有沒有 那就會發現 層次看起來就沒有用Wish來的簡潔嘛 我應該可以懂這個道理吧 當然不用EndWish 不用Wish也沒有關係喔 OK這個只是 看起來可以讓層次稍微簡潔一點點 這個也許你可以試著 看看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說老師為什麼這個有個Wish到EndWish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 有重複用到這個物件那你就可以用Wish到EndWish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TestFile的 Pattern Phone 這個他後面就是他的屬性 他的屬性的話就相關設定了 950的話就是 BigFi OK 然後還有什麼 StarRaw 哪一列開始 等等啦 這些我想 因為本來還有很多 我是把不需要的把它砍掉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至於這些參數你想說老師什麼意思喔 如果你不知道可以按F1 我是把每一個像Pattern Phone 按F1 他會 連結到 理論上 現在的新版會連結到那個微軟的 這個說明的網站 就官方的 當然他裡面就有相關說明 跟你講說這個 屬性 他的作用是什麼 他主要是什麼 可以讓你什麼 賄入 不過你會發現他這個 英文應該是那個英文翻譯過來 所以其實 大家知道一下 他主要 可以從字面上看到 就是主要是設定什麼 設定他的相關的 這個語系 語系等等的 OK 大概 知道一下 那其他我們把他run一下 你會發現資料就可以 最重要是這一行 Refresh Refresh的話呢 還有 Background Query 等於False 也就是他直接怎麼幫你 Refresh實際上就把資料抓下來 我們看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他就轉轉轉 資料有沒有 主要在這一行 就幫我把資料 從那個 SERVER上面 直接就把我 DOWNLOAD下來了 有沒有發現 就全部DOWNLOAD下來 那這個動作的話 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VBA幫我們 把這個 這個雲端上面的資料 給抓下來 那後面的話呢 才又是分析什麼 利用這個 那我們就可以去分析 哪一區的切鎖按鍵最多 哪一條路上切鎖按鍵最多 等等的 但是呢 那之後面可能還要再考慮一點就是哪一區 可是這邊沒有那個欄位啦 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你勢必後面我們 上次上課主要是要把這個區給搬出來 還有把這個路 或者街或者道把它搬出來 但是 接下來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了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兩個 資料給抓出來 方法很多啦 你也可以用Excel裡面的函數 你也可以用VBA 甚至當然你可以用Python 不過說真的在這裡 Python不見得占到便宜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取得這兩個欄位 那這兩個欄位該怎麼取出來 底下呢當然我有 這個 這個幾個方法 比如我們在這邊加一個區加一個路 那區的話呢當然你可以用MID 直接切割這個區比較簡單 因為剛好它的規則 很簡單 就剛好在台北市後面 一定都是哪一區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區的資料搬過來 那這樣的話呢 相對比較簡單 比較困難的部分是這個路的部分 路的部分的話 它這個規則就沒有統一了 所以最好你們在產生資料的時候 最好規則統一一下 因為它有些地方前面是有區 有些地方有0 有些地方 還有什麼 區 0 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區 這邊 其實我們之前程式 做邏輯判斷的話 還有 利啦 OK 如果有0就先抓0 如果有里就先抓0 如果有區再抓區 OK 那也就是說 這個地址如果你要抓這條路的規則 其實太複雜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那真的是 會 非常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 我講了一個 就是你可以用VBA來做 那VBA的做法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 當然你如果要產生我們這邊是 把它插入一個 插入兩個 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 路 路街道 一個是區好了 這個區的話比較簡單 區的話是插入函數 這個是 如果你簡單邏輯的話 那當然你用那個什麼 你用那個 Excel函數就OK 比如這個地址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四個字 有沒有 1234 區幾個字呢 取三個字 那你會發現 這個區的部分呢 取得比較簡單 點兩下就OK 只是路的部分的話 就沒那麼 簡單因為它裡面有的有區 有的有理 有的有零 沒統一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上次上課也講了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寫個VBA吧 那VBA裡面的話 其實是兩個邏輯而已 一個邏輯是 開頭的 部分呢 如果有零先抓零 如果有理再抓理 如果有區再抓區 那基本上的話 它的結構一定是if AO if AO if OK 那結束的話呢 一樣 就入 接 到 其實總共有三種 那最後再把資料切出來 所以這個當然已經寫好了 我就直接拿這一段 Ctrl C 一下 入接到 然後我就直接把它貼到 我的剛剛的模組的下方就可以了 把這邊入接到 那如果我要得到這個結果的話 其實執行它就可以了 OK了 裡面應該底下應該都OK了 沒什麼錯誤了 那再來當然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兩欄喔 跟各位講喔 你 即便 會使用 樞紐分析表 也做不出結果 為什麼因為沒有這一欄你報表裡面喔 你就生不出你要的結果 所以呢 如果你要使用樞紐分析表 我發現 最容易有問題的 還是什麼 還是就是 你根本沒有這個欄位 沒有區 那你怎麼變出你要的那個區的分析結果 你沒有那個路 你就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分析結果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你一定要先產生這兩個 那當然前提就是 怎麼樣快速做出來 尤其像剛剛這個 入切到這個SUB OK 這也是簡單複習一下喔 那最後當然我們可以把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我們其實優標放在這裡面就可以了 那如果我要去分析區的話 只要把區 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值 那它就會算出哪一個 另外的話你可以 再利用什麼排序功能 它裡面有那個 排序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在它裡面的這個 資料裡面可以Z到A 我想其實主要治安最差的 中山區 然後 再來怎麼樣 再來 就是 做什麼呢 樞紐分析圖 那你可以再用最簡單的啦 就是直條圖 按確定啦 其實這邊就有個圖出現了 你就再把圖這些 你可以稍微修改一下 或者是把圖 稍微再美化一下 你就可以發現 最高的是 中山區 治安最不好 最好的是大通區 如果你 當然你 圖形 假如說 可是我想要知道佔比多少的話 那你可以變更圖形 你可以把它變成圓形圖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比較強調的是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哪一個 100% 誰多誰少 所以 直條圖 呈現就是 數量的多寡 那圓形圖的話 都不然呈現什麼 所有資料 Total就是100 然後呢 所佔的比例多少 那你可以看 只是說它的缺點是什麼 這裡面的話 它沒辦法顯示 它那個什麼 哪一塊是哪一塊 當然你可以從這邊中漢區在哪一塊 中漢區在這裡 可是這樣也不方便 所以一般習慣 會在這裡 再把它增加什麼 增加一些資料 把它增加上去 這邊的話你可以再新增資料標籤 新增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 它的位置 不知道各位鎖不鎖 不過特別說 樞紐分析表 像我們現在用的應該是2016 它是放在這裡 可是如果舊的版本 然後放的位置 也在這裡附近 但是放的不太一樣位置 可能要找一下 設計裡面的 資料標籤 然後也許我們 終點外側 如果希望這個外面放 那個資料 到底 佔百分之多少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資料的 終點外側加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呈現出來就是 總共的數量 但如果你不是要數量 你是要這個 這個裡面的百分比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在這個數量上 點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再去點選 它這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標 我記得資料標籤格式吧 點一下 那它就會 按右鍵喔 有沒有 資料標籤格式喔 如果你假設 按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出這邊了 那如果你 希望上面顯示出哪一區的 百分比的話 你就是 應該是數列 應該是類別的名稱 打勾 然後把值打勾取消 把它的百分比叫出來 有沒有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它呈現的方式就會比較是符合我們預期的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 書的分析表 它也許會先給你 一個圖啦 但問題是那個圖要 長什麼樣子喔 當然 理論上是最好是反正你要把老闆當成都很笨 其實老闆不見得都聰明啦 你就是讓他一眼可以看出他想看的東西 那應該就是對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統計的結果 OK 所以特別說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那記得就是名稱 這個叫類別名稱 把它加上去在這裡 然後這邊百分比 有沒有 把它加上去 然後本來有它裡面的這個數量 這是值 值的話這個就把它取消掉 看到的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有沒有 就會比較清楚吧 對不對 因為老闆看到這樣 就覺得 對這是我要 如果他還挑剔你的話 真的也沒辦法 沒什麼好挑剔的 這有什麼好挑剔 不然老闆你自己看 原子直播data 我給你好了 你自己慢慢再去分析 OK 但沒有老闆那麼勤勞的 自己什麼都親力親為吧 他是希望說越簡單越 馬上告訴我一個圖給我 我要做決定 比如說我應該把警力 部署哪些應該地方最多 那當然看起來 中山區應該要 警力應該放最多吧 OK 那 大寶 其實 那附近我覺得 倒也是 蠻 為什麼切刀案件這麼少 這也蠻奇特的 那邊其實也蠻好玩的 前一陣也 那個 大道城那邊其實也蠻值得走走看的 OK OK 最近 之前是都會去花東 但因為人太多的地方 我就不喜歡去 發現 反而大家都往外跑 台北市就變沒人 這時候反而最好逛了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 就試著把那個 前一次的部分 再會再複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換一個 其他的 範例 我們 我們